马桶水箱拮据上水阀安装方法 先把这个螺丝拧下来 这个螺丝是放在水箱下面的 这个密封圈是放在上面 为了防止漏水 如果水箱的孔凹凸不平 那就需要打一点玻璃胶 同时我们这一款 这个地方有个开关 可以加长 现在是安装完毕的效果图 马桶冲水阀安装方法 首先把这个打开 现在这个固定螺丝 要让它在水箱的下面 现在螺丝已经拧上 最后把冲水阀拧上就可以了 如果说要调节水量的大小 可以根据马桶盖的螺丝长短 然后调节水量大小 用这个升降杆 可以调节进水的大小 但是不能调的太高 如果说调的太高 就不进水了 《就到这里》 说调节水平